今天 国内官方媒体正相报道我国成功测试了一款新型动力 按照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描述 这种动力可在很高的速度和很高的高空高效吸气并产生推力 有些网友这时候就反应过来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吗 那么 超燃冲压发动机和普通的冲压发动机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原理上来说 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依靠高速气流实现气体压缩 省去了复杂的物轮系统 然后再燃烧室喷入物化燃料点火产生推力 通俗的讲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管道 在达到一定速度后 直接喷入物化燃料点火燃烧 就能产生推力 结构十分简单 推重比也很高 而且等效比冲也比火箭发动机更高 虽然两者原理上没什么不同 但是冲压发动机也是有分类的 可分为压燃冲压发动机和超燃冲压发动机 压燃冲压发动机指的是 近期倒气流速度低于音速的冲压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指的是 近期倒气流速度高于音速的冲压发动机 我们都知道 蜡烛在强风环境下 如果没有特殊保护 蜡烛瞬间就会被吹灭 因此 实现超音速稳定燃烧的难度 远超实现压音速稳定燃烧 此外 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速度在五马和以上 此时紧空气摩擦就会导致飞行器产生高热 热防股本身就是个不小的难题 此次 星航大星号测试火箭测试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我国此前就在凌云超燃冲压发动机验证飞行器成功测试过 事实上 美国 俄罗斯也已经成功测试过同类动力 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动力不够先进 可以展示 那么 超燃冲压发动机又有什么用处呢 前面提到 冲压发动机本质上就是一根特殊的管子 结构简单 自重轻 等效比冲远高于火箭发动机 如果导弹采用了这种动力 那就意味着射程将得到极大增加 同时还能保持超高速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这将极大提升导弹的综合性能 如果把这种技术运用在中程弹道导弹上 在体积重量不增加的前提下 这种导弹很可能将变成远程导弹 如果我国的东风10级高超音速导弹 能够在二级安装这种发动机 那么它的射程很可能将进一步提升 甚至有可能再次范围 用和中程弹道导弹差不多的花费 就能达到远程导弹的效能 客观来说这种新型动力确实很先进 而且意义重大 但这东西仍然不是我们的最先进动力 去年8月13日测试的那款可重复使用 飞行器采用的动力系统 才是我国的真正实力体现 2021年7月过于先进 不便展示的运载器 2021年7月16日 我国的压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飞行 也是验证项目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国内各大媒体正向报道 第二天中国军工抖音号也报道了 随后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回答过于先进 不便展示 中国军工抖音号在回答网友提问时 回复过于先进 不便展示 据了解 这架运载器已垂直起飞 水平降落的方式飞行 由于太先进 未避免洩密 我国官方媒体仅公开报道 并没有公布任何事物照片 视频资料 然而你以为这就是我国高超音速领域的 最先进成果吗 并不是 违背了物理学规律的成就 2021年10月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中国于2021年7月27日发射一枚火箭 首次利用部分轨道轰炸系统 推动一个能搭载 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环绕地球飞行 该报声称 中国在2021年8月13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报道运引了解第一次实验的三名人士的话说 这次实验令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震惊 因为中国成功展示了一种全新武器能力 一名人士说 美国政府的科学家正努力了解 这项美国尚不具备的能力 并补充说 中国的成就似乎违背了物理学规律 与2021年7月16日那次测试 国内媒体正将报道不同 2021年7月27日和2021年8月13日 那两次国内媒体并没有任何报道 由此可见 2021年7月16日那次我国测试的可重复使用 航天器仍然不是我国在高超音速领域的 最先进技术成果 以至于国内媒体都不被允许报道 我国腾云空天飞机验证机测试成功 组合循环发动机技术进展领先全球 空天飞机和航天飞机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于动力系统 前者采用的是技术难度很高的组合循环发动机 后者采用的是普通的火箭发动机 相比普通的火箭发动机 组合循环发动机等效比充至少高一倍 推进效率更高 空天飞机最大的优势是整机都可重复使用 而航天飞机仅重量占比约5%的轨道器可重复使用 前者发射成本主要是燃料费和返回地面后的检修费 而后者除了燃料费之外 昂贵的助推器和燃料箱都都只能抛弃 这意味着空天飞机的使用成本相比 航天飞机和火箭都将有至少降低一个数量级 2021年11月25日 第七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在武汉开幕 航天客工官方首次透露 腾云工程已经成功首飞 采用的是液体火箭冲牙组合发动机 即火箭机组合循环发动机 二BCC推进系统包括引射模态 压燃冲压模态 超燃冲压模态和纯火箭模态 压燃模态与超燃模态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的燃烧过程是压升速的 而后者的燃烧过程是超升速的 当飞行马赫数马等于0到3时 采用引射模态工作 在从火箭排出的高温燃气的引射作用下 空气被吸入进气道 空气的总压升高 由于来流动压低 发动机的推力主要由引射火箭提供 引射火箭的工作压力较高 高温燃气与空气进行颤混 在混合气流中喷入燃料 进行补燃燃烧 此时 引射火箭和扩压段均产生推力 在马赫数为3到6时 采用压升速燃烧冲压模态 火箭的排气量减少 从进气道流入的高速气流 在扩压段压力得到恢复 由于气流的总压升高 恢复的压力可以产生足够的推力 在这种情况下 引射火箭工作在高混合比 低燃烧式压力的状态下 可以作为这般火焰 随着飞行马赫数的进一步提高 在马赫数达到6到7时 发动机由压燃冲压模态 转变到超燃冲压模态 进而采用超燃冲压模态 飞行器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 推动下继续加速 当飞行马赫数超过12时 推进系统转入纯火箭模态 进气道关闭 仅有引射火箭产生推力 因此 采用这种发动机的空天飞机 运载器可降 轨道器加速到12码和以上的超高速 并达到压轨道 轨道器在到达预定高度和速度之后 就可以很轻松地依靠自己携带的 火箭发动机继续加速入轨 返回时也可以自行水平降落 整个发射过程更加地简便高效 不需要那么多地面后勤保障人员 相比航天飞机或者普通火箭 综合费用大大降低 据了解 目前仅我过完成基于RBCC动力的 空天飞机验证机测试 这说明目前我国的组合循环动力 技术进展已经领先全世界了 理论上这种动力也可以用于大型导弹 但考虑到成本因素 一般用于空天飞机 然而 空天飞机的使用灵活性远超导弹 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 相比以往飞行器都具有划时代飞跃 对国防安全意义十分重大 具体能用来干什么 只要你大胆猜 基本都能猜到 美国X37B仅相当于空天飞机的轨道器 根本无法同我国的腾云空天飞机验证机相提并论 2010年 美国率先成功发射了X37B 这种飞行器被认为是航天飞机的升级精简版本 甚至被称为空天飞机 但由于缺少空天飞机的运载器 目前都只能采用普通火箭吹之发射 实际上 称X37B为空天飞机并不准确 它本质上和我国已经首飞的神龙轨道器是一样的 都属于空天飞机的上面级 都具有自行水平降落回收的能力 然而 对于空天飞机来说 技术难度最大的部分 也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并不是上面级 即轨道器 而是下面级 即运载器 因为运载器需要经历多个模态转换 最终才能将空天飞机整体从零加速到超高速和压轨道 并最终实现运载器和轨道器分离 分离后 轨道器自行加速入轨 运载器还要自行返回 水平降落 整个飞行过程需要经历的气动环境变化很多 对热防护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因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美国的X37B在我国的腾云空天飞机面前都相行见处 这种发动机技术一旦成熟 主要的应用方式可能有这样几箱 给空天飞机作为技术储备 按照目前国产空天飞机的子母机方案来看 这种发动机有望搭载于起飞母平台上 使其在起飞后迅速达到高超音速和高空压轨道状态 然后启动上方的子平台 即空天飞行器 让其进入太空飞行 可能作为高超音速战机的备选动力 不一定适合第六代战斗机或战略轰炸机等 但有可能为未来发展的更新一代 具备高超音速突防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或第七代战斗机提供动力 可能作为现有的导弹武器改良方案 比如可升级尚未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 东风系列巡航导弹 有望进一步强化导弹的突防能力 从而让火箭军的实战打击与威慑能力得到升级 总之 这款黑科技的试验成功 意味着中国在航空领域的技术将更进一步 乃至可雄具世界之巅